中国股市 股海陈服系列电影顺势而生 一个崭新的股市电影时代正式开启 股海陈服系列电影由国内一线知名导演 制片人强大股民战容联媒打扫 从投资预计三亿元 是中国第一部由全股民演员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采用真实K线图 真实股票案例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由股民投资股民策划 真实反映股民生活和投资的电影 第一部以传播正确投资理念 和实战技巧为目的的电影 第一部把故事生活化 生活故事化最通俗易动的电影 股海陈服首推三部电影 股海陈服一 奇迹创造奇迹 股海陈服二 让庄家落奔 股海陈服三 故事不相信眼泪 电影中 有关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能的内容 均根据黄华琪先生同名著作的 奇迹 创造奇迹 让庄家落奔 故事不相信眼泪 书籍改变 由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担任总策划 黄华琪先生 现任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伟大政选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 二十多年 黄华琪先生 讲座风格 通俗易动 幽默风趣 客观务实 极具关系和实战意义 使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 达四百多集 公开的把握视频点击率 累计高达一亿认词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 古海缠伏一 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股民演员寒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一省 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一省 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 鸟筹大型投资奖座 股民演唱会 电影剧情实际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鸿海沉浮 首字母拼音 加188 凡关注微信 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 故事剑客 四百集 投资实战 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股民 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 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剧人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请 故事黑马 腾空出世 一见 定乾坤 喂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 先把本人的这个须级销售购买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 黄花七先生的系列制作的购买方式 须级名称 创造奇迹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眼泪 绝密炒股一百招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店名是股市剑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剑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拼 然后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是微信购买 微信微信号的名称是古海城府电影 然后微信号是古海城府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剑客 微信号是股市剑客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购买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建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3w.建客文化传媒第一个字母.com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以及官方微信都可以购买 那么呢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喂 大家好 能听到声音吗 好 能听到声音就 开始讲课啊 这个 大家过了一个中秋节是吧 花好月软 人好 股票也好 现在是我们赚钱的良好的时机 但是行情好并不代表大家都赚钱 你信吗 嗯 行情好并不代表大家能赚钱 006年 007年那个行情不够好吗 嗯 但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很多人没赚钱 那 006年 007年一整年很多人 亏得清交荡产 因为中间有一个530 有一个530 有一个530 那是 你肯定会亏钱 你肯定会亏钱 大家喜欢这个金庸小说的 发个一给我看一下 看的比较多金庸小说的 为什么我成比较成败 武士精神 所以我取名叫古士剑客 那金庸里面的剑客是最多的啊 中国人缺少剑客精神 被日本学跑掉了 雷锋被美国人学跑了 都不回来了啊 雷锋在美国去了 武士精神到日本去了 好 今天给大家讲天伦八部 第一部庄家稀愁选机 做股票和做买卖是一样的道理 做买卖 一方面要选好商品对吧 你做买卖你先要选买卖什么商品 你要做生意啊 你要选择一个项目 做股票是不是要选一个 选一只股票 哪一个类型哪一个板块哪一个题材 你是不是要选一只股票对吧 做股票和做买卖是一样的道理 你一方面要选择好买育的时机 成本 数量 你做生意什么时候进货 你有没有一个心里有没有一个数 什么时候是进货的这家时机 在做的各位做买卖的发一个一给我看一下啊 有现在还在做买卖的 嗯 不管你做什么买卖呀 除掉上班族之外啊 一个啊 少民一个 才一个做买卖的 嗯 我就不行我就不信了啊 现在中国这么开放 应该大部分人是做买卖的才对啊 可惜了了啊 难怪你股票做的不够好 买于时机什么时候该进货 买于成本 怎样去降低自己的成本 买于数量我要进货多少 是不是你该考虑的啊 啊 股票的质地 怎么样 你买了的东西是不是伪劣产品 质量怎么样 可不可靠 安全不安全 质地越好 你买于股票之后 你未来升值的空间就越大 你质地不好 你买了一块臭豆腐回家了 浑身都发霉 这是买股票的质地要好 买股票的时机越准确 你亏钱的概率越小 赚钱的概率越大 实际 实际 不对 努力 白费 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下手 什么时候该下手 对 什么时候价格物美 什么时候一买就涨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追女孩子 追找女朋友 什么时候该 表白 什么时候开始追求 这都是个实际问题 你追找了没用 你追晚了也没用 你讲早了也没用 你讲晚了 成为别人的了 买股票的成本越低 数量越大 那 未来的利润就越 越大 成本 要尽可能的低 数量 要尽可能的多 你买少了 给你放一倍也没用 放两倍也没用 你没赚什么钱 我们很多人 很多投资者经常给我讲 黄老师 我做某某股票 你看三个涨停 我要做某某股票 搞了 百分之六十 我问他 是全部资金吗 他说 不是 我有六支股票 你有六支股票 你赚百分之六十 你觉得荣耀吗 你赚百分之六十的股票 你只有十分之一的资金 你不赚钱的股票 有大量的资金 在座的各位手上有两支股票的 手上有两支股票以上的发个一 有两支以上股票的发个一 不用怕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我讲过非常多次了 一千万以下资金 不要超过 一支股票 一千万以下资金 不要超过一支股票 但是我们很多人 没有一个几十万资金 搞他个七八十来支 就算你其中一支股票给你十个涨停也没有用 做生意的道理 并不复杂 庄家吸筹的道理 也非常简单 请问股市的道理简单不简单 做股票的道理简单不简单 比如说生意很难做啊 股票的钱很难赚啊 那不是人干的 确实不是人干的 但是他非常简单 对 做股票 说一千到一万 就四个字 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就这四个字 他会派生出来 千千万万的问题 无数的问题 无数的问题 都反映在这四个字里边 全世界 应该有 好几亿人吧 在做股票 都在研究这四个字 低买高买 请问大的了 今天给大家讲几个大标题 第一庄家宣估的原则 第二庄家稀仇的原则 第三庄家稀仇的手法是怎样的 第四庄家稀仇的形态是怎样的 第五庄家稀仇完毕的特征是怎样的 讲五个问题 庄家稀仇 四个字我给你讲五大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完美 逻辑思维是不是很严密 我讲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不是你关心的 是不是你迫切想知道的 我们平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庄 那你就好好听一听天能八步 现在讲第一个标题 庄家选股的原则 第一个 第一个质地选择 质地选择 股票的质地 看什么 看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 是否良好 未来的发展潜力 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否巨大 把是否搞成是非了啊 公司产品未来市场的空间 怎么样 竞产 竞产力 有没有优势 业绩增长的预期 是否明显 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 发展潜力 市场空间 竞争力 业绩 业绩 增长预期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回答是吗 回答是吗 因为你也不是专业人士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 对吗 好 那本人呢 今天给大家 交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 好不好 交一个简单的地方 叫最近五年收益对比 最近五年收益对比 把传任股份打出来 002 272 今天晚上我就讲这一支票啊 002 272 传任股份打出来 打出来了吗 点击F10 点击F10 我们去看公司的业绩 我们去看公司的业绩 以及经营状况 我们大部分人不懂得看 就算你看你也看不懂 但这几个数字你应该看得到 这几个数字 就近五年每股收益对比 你看2010年 它的每个季度 是不是有增长趋势 2011年有没有增长趋势 2012年怎么样 2013年怎么样 2014年怎么样 2014年 一季度 业绩是降的 二季度是真的 和去年对比 第一是看五年的一个增长趋势 第二是和去年相比 2013年相比 那么一季度二季度都是盈利的 三季度 盈利的可能性怎么样 嗯 去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 是亏损的 那么一季度二季度盈利 三季度盈利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并且目前的经济 有那么一种复苏的迹象 这是一种 去看它的地增情况 对比 第二个 第二个 点击右键 啊 回到行 回到行情图 好吧 回到K线图 点右键有一个所属板块 所属板块 点右键有个所属板块 在 他有一个预计 他有提前给你预报出来 他有提前给你预报出来 啊 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是已经发生了 还是没有发生的 啊 我们上学有个预科班对吗 预期啊 业绩日升板块 告诉你下个季度业绩会升 预计了亏 告诉你下个季度 六亏为盈 这个能听懂吗 啊 不用学财务啊 这个能听懂吗 比较简单的 数字能看懂吗 啊 这个你 你去年的期农考试五十分 你今年期农考试七十分 进步还是退步了 啊 进步还是退步了 预增了对吧 你去年 四十分不及格 今年六十分 是不是柳亏为盈了 啊 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是专业人士 我讲了 你还听不懂 我讲课专门讲给文盲听的 专门讲给小学生听的 不是讲给研究生博士生听的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研究生博士生 我就一草根 我也不喜欢听博士生的课 研究生的课 我什么事情喜欢简单 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越良好 市场空间和竞争力越大 业绩增长 日期越大 股票未来上市 升值上涨的潜力就越大 这个我不多讲 讲多了你也听不明白 啊 第二空间选择 空间选择 一只股票有没有空间 有没有空间 看什么 嗯 我们很多人最喜欢看的一种东西 就是适应率 每股收益 是不是喜欢看这个东西啊 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看这个东西 你告诉我 这个适应率只有九倍 这个适应率只有十倍 这个每股收益七毛 你研究的对吗 啊 我告诉你 你只能拿五十分 你只能拿五十分啊 你及格都达不到 还有五十分是什么玩意儿啊 啊 还有五十分是历史 历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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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股票的空间主要看历史下跌空间 是否最大 价值是否严重低估 股票 股票前期下跌空间越大 估值越低 未来上涨的空间就越大 啊 一只股票 曾经涨了十倍 曾经涨了十倍 然后又跌了百分之七八十 你认为他未来还有空间吗 还会涨到原来那个位置吗 嗯 你认为还会涨到那个位置吗 你说曾经的涨 不一定代表未来会涨 嗯 是不是有这个疑问对吧 我曾经特特特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啊 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一个女人 她跟前夫 生了三个孩子 并且都是儿子 就要离婚了 她又娶了一个 又嫁给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就问他 你能帮我生孩子吗 你能帮我生儿子吗 这个女人回答说 肯定能 男人说 你没生怎么知道就能了 他告诉这个男人 我跟前面一个男人 咕噜一下生一个 咕噜一下生一个 咕噜一下还是儿子 我跟你咕噜一下 我跟你咕噜一下 也可以 生儿子 懂得这个意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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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北大六十三号搞对了啊 我们北大六十三号搞对了 基因 基因啊 说白一点叫股性 叫股性 搞不好他就不只生三个 搞不好给你生五个 比前面老公 比前面老公生的更多 你服不服气啊 嗯 这是经常很多投资者经常问我的一句话 黄老师 你能帮我赚钱吗 我说可以 他说我看不到 啊 我看不到 你要帮我赚钱了我才能给你钱 我告诉他 我帮别人都赚到钱了 他说那不算 那是耶稣是任期的吗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我的思维模式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的实战方法是通过我的理论知识 总结出来的 以理论知识为指导的 我怎么讲的 我就会怎么去操作 一时决定物质 那我讲一套做一套 那我不成神经病了吗 啊 不过确实有人讲一套做一套 他真有 这个只是指上谈兵的人 我不是 好 把传任股份打出来 好吧 传任股份打出来 0022272 股票置地 股票置地 是业绩 预计柳亏 空间 空间 有没有空间 嗯 有没有空间 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空间 曾经 曾经乘四块钱 一咕噜涂涨到十二块 三倍 然后乘十二块钱 一咕噜涂跌到四块多 你认为他未来还会一咕噜吗 嗯 未来有没有可能一咕噜涂 有空间 历史空间 第三 流通盘的选择 股票流通盘主要看 流通盘的大小 传任股份流通 3.06 股本 4.20 还有一部分没有解禁 3亿的流通盘 3亿的流通盘 股价曾经是四块多钱 市值就十多个亿 这个流通盘是大还是小啊 啊 流通盘是大还是小 嗯 流通盘不大 不仅要看流通盘的大小 还要看目前价格的高低 现在目前的价格就 五块多钱 六块多钱 五块多钱 六块多钱 和二十多块钱有区别吗 嗯 五六块钱和二十五六块钱有区别吗 啊 有区别吗 股价 要低 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有可能会涨到一百多块钱 五块钱 可能会涨到二十多块钱 同样是翻五倍 同样是翻五倍 请问你是任意选择二十多块钱的 还是任意选择五块多钱的 同样是翻 方便是同样的啊 你会选择价格高的还是选择价格低的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性 贪便宜 对 我们七十四号搞得不错啊 贪便宜 本周三我有一节公开课我专门讲这个东西 啊 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 价格低有很多优势 十大流通股东占比大小 这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好像有一个大不叫大姐啊 应该叫大妹子 专门打电话问了我这个问题 十大流通股东 十大流通股东 是不是流通盘 十大流通股东算不算流通盘 回答 十大流通股东算不算流通盘 是不是流通盘里边的 不是流通盘 他干嘛叫十大流通股东呢 啊 那 把全人股份打出来 他目前在市场上流通的有三亿多 好 在典杰夫斯 典杰夫斯有一个股东研究 股东研究 你看到吧 十大流通股东的情况 第一大股东 占比百分之七点多 第二大股东占比百分之三点多 然后在十大流通股东加起来 可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百分之二十左右啊 尤其是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 这个比例非常重要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基本上是不卖的 基本上是不卖的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占比越多 那么在实际上在市场上买卖交易的流通股票就越少 所以我们在判断流通盘的大小的时候 一定要把十大流通股东考虑进去 十大流通股东占比越多 那么实际在外面的流通盘流通股票就越少 有的股票八九个亿的流通盘 实际在市场上流通的只有一亿多 我们曾经买了一只股票叫爱斯德 大家有兴趣打开看一下 明年2416吧好像是 看一下他的股东情况 他的第一大股东占比达到百分之八十多 百分之八十多 那在外面流通的不就是一个多亿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十大流通股东 一定要考虑进去 把它作为流通盘 我们判断流通盘来考虑 流通盘 不宜太大 也不宜太小 正常在五个亿以下 一般在五一以下 比较好 流通盘太大了 庄家吸筹也困难 空盘也困难 未来拉伸也困难 流通盘太大了 那么市值就大 里面什么鸟都有 你 你能够 吸得到走够的筹码吗 你能保证 你就是山中的老虎吗 里面就没有豹子吗 你看都看不出来 我告诉你啊 名字大了什么了都有 你不容易吸筹 你也不容易空盘 未来你拉伸也很困难 难控盘 这个何少华讲的一个难控盘 后面搞个三个问号 啥意思没听明白啊 是比较难困盘 流通盘太小了 股性不活跃 你流通盘太小了 大资金进得来吗 啊 大资金进不来 那你这个股东的数量会多吗 股东的数量不够多 你的人气会旺吗 你人气不旺 你股性会活跃吗 啊 参与的人会多吗 别人随便搞一百万资金 把你拉涨停了 一百万资金都买不进去 别人干嘛呀买呀 股性不活跃 你别看了 最近上市的一些 一些创业版呢 好 中小版也好 是不是天天拉涨停对吧 啊 我们很多人 哇 涨停了 涨停了 辛苦大家都去搞啊 他整共就来一两千万的流通盘 那么多人去搞 你搞着了吗 啊 你搞着了吗 我们还有人去中签 我们申购新骨 你申购着了吗 申购的比例大吗 那不是你该搞的 好 这是流通盘太小 容纳资金也小 赚钱绝对职业小 如果你坐庄 你也不要选择这样 这样 小的流通盘 然后赚不到什么钱呢 你有十个亿的资金 他整共只能容纳两个亿 你还有八个亿干什么 闲置着 闲着了 最近我看了一个叫什么 江山风情吧 好像是 大家都看过这个古代的帝王对吧 嗯 古代的帝王 皇帝就一个 女人三公六院 嗯 能容得下了 那么多的女人吗 容得下吗 啊 那个男人的流通盘太小了 说起来 说起来雨露均沾 沾 沾得着吗 啊 容了不下 你进水也受罪哦 对 铁棒磨成针 不仅是磨成针 哦 流通盘太小了 不行 如果十大流通股东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 流通盘可以适当的调整到十亿股以下 我们经常不知道五亿股 五亿股 五亿股不是万能的啊 如果十大股东 他的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流通盘在十亿左右 没关系 还有股票的价格越低 流通盘的流通市值就越小 越容易空盘 未来拉伸跟风盘 就会充足 这里有两个概念啊 如果股价非常低 流通盘也可以适当放到 一只股票三块钱的股票 三块钱的股票甚至两块钱的股票 你觉得十个亿二十个亿有影响吗 最近有一只股票天天涨天天涨 好像流通盘有一二十亿 有没有印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什么股票我忘了 大概就就两三块钱 两两好像是两块钱涨起来的啊 现在也不够是三四五块钱 五块钱好像啊 啊 引口港 对 引口港 引口港 打出来看一下 啊 引口港 大家可以打出来看一看 啊 你看到吧 股价原来就一块钱 然后涨到两块多钱 接近放的百分之一百多了 两百多了 放两百多才两块多钱 然后流通满三十二个亿 然后你看一下他的十大流通股东啊 第一大流通股东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七 你还觉得他的流通盘大吗 啊 整共就三十多亿的流通流通盘 第一大股东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实际上他还不到十六十六个亿都不到 啊 十六个亿乘以两块钱 他的市值才三十二个亿 嗯 是不是小都不得了啊 啊 所以我们看一只股票 流通盘够不够大 第一 看他的实际流通盘 第二 看他的除掉十大流通股东 第三看股价 明白了吗 啊 以后判断一只股票盘子够不够大 乘三三点上去看 第一种流通盘大不大 第二吃掉十大流通股东流通盘大不大 第三看他的股价够不够低 看市值 一般啊股价一般在十块钱以下比较十亿啊 股价一般在十块钱以下比较好 流通市值的三十亿以下比较好 哦 流通市值懂吗 啊 流通盘 第三 乘以股 乘以股 目前的股价 叫流通市值 好 这是刚才讲的全润股份 质地 空间 流通 流通盘 第二 庄家吸筹原则 庄家吸筹原则 怎么去吸筹 第一吸筹时机 只有大盘接近底部 或者个股基本见底 外部环境有所转好迹象的时候 庄家才能够逐步吸筹建仓 如果大盘或者个股还没有真正的见底 吸筹太早 会导致什么 嗯 吸筹太早了会有什么后果 回答 嗯 吸筹过早会有什么后果 嗯 还有吗 北套 北套 庄家终究会解套啊 北套不是主要的 对 我们十一号 十一号搞对了啊 十一号搞对了 对五十八号搞对了 有点二也搞对了 第一个 成本高了 比如说一只股价跌到十块钱 你十块钱搞清楚 它跌到五块钱 你的成本在十块钱 而它实际跌到五块钱 你的成本比散户要高得多 你做四都是为散户做价一 但你保本的时候散户已经赚一倍了 是不是这样 解套蓝 解套蓝是一个方言 你操牌的时间会长得多 你这五块钱拉到十块钱的时候 别人赚一倍了 你才保本 嗯 你还在拉 并且你拉伸也非常困难 如果大牌和个股的底部已经形成了 这个时候你才去吸筹 你吸筹太晚 会导致什么 嗯 吸筹太晚会导致什么 在这股票底部已经形成了 即将准备启动了 你才出吸筹 会发生什么 啊 会发生什么 第一 对 吸筹困难 筹码都被别人搞跑了 都被别人搞跑了 嗯 你去也是二手 只能搞二手货了 对吧 美女都被别人抢好了 你再出晚了也只能搞 去抢别人离个婚的 别人不离婚了 你傻隐了 并且你的成本要高得多 你的成本要高得多 就算你偶尔搞了一些筹码 你搞不到走够的筹码 第二你的成本要高得多 所以吸筹一定要使鸡 比较恰当的时候 鸡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晚 这就看你的影光了 对吧 吸筹成本 吸筹成本 取决于吸筹的方式 有的人搞股票 吸筹成本就高 有的人搞股票 吸筹成本就低 什么样的会高啊 什么样的吸筹方式会高 什么样的吸筹方式会低啊 你首先要知道吸筹的方式有哪些 一种是打压下跌吸筹 打压下跌吸筹 另外一种是拉伸吸筹 还有一种是 含盘整理吸筹 下跌可不可以吸筹啊 回答下跌可不可以吸筹 大盘天天跌天天跌天天吸天天吸 一见底他就拉伸了 有没有听说过微型反转 有没有听说过 有没有听说过 微型反转 一见底就开始拉 因为他一到下跌一到见底的时候 他吸筹已经完毕了 所以一指跌就直接往上拉 拉了一个三倍五倍 虽然他他他亏 亏原来下跌的时候 可能亏了百分之二三十四五十 没关系 啊 越接越满 还有一种是拉伸吸筹 天天涨我天天满 涨到一定程度 我吸筹就够了 稍微整理一下拉伸 对吗 拉伸吸筹 这也对 2008年 这个国境政策 我就讲了很多次了 是吧 这个就拉伸吸筹 啊 还有一种下跌吸筹我也讲过 曾经也讲过 啊 但是这两种吸筹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只有一种 在底部横盘整理 这一种模式 吸筹的成本是最低的 我长也不怎么长 我跌也不怎么跌 我天天在那犹豫不决 这一种成本比较低 那别人为什么要采取打压吸筹 为什么要采取拉伸吸筹 别神经有毛病 啊 拉伸吸筹 和打压吸筹 有什么好处 啊 有什么好处 既然有人采取这种吸筹模式 他一定有他的好处的吗 30号搞对了 30号搞对了 吸筹快 时间短 吸筹的时间快 吸筹的时间短 任作周期短 这个叫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就像上厕所 啊 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那么横盘整理 吸筹成本虽然低 但是他的吸筹时间会超 吸筹时间会超 其成本区域就是股价底部横盘整理的区域 我们经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距离吸筹的成本是多少 以后还能判断主力吸筹的成本吗 吸筹的成本主力的成本在哪能判断 能够判断吗 能够判断吗 底部吸筹 底部吸筹区域就是距离的成本区域 那么核心成本就是横盘整理区域的中轴位置 也就是底部筹码密几峰中轴的位置 大家把传任股份打出来 传任股份打出来好不好 传任股份打出来 你 你不用筹码你也能知道他的成本区域大致是多少钱 大致是多少钱 大家回答一下 大家回答一下 核心成本才多少钱 大致多少钱 嗯 大致多少钱 吸筹区域 中轴位置就是举例的核心成本 你这个差不了太多 对 4块6 4块7 大概是4块5 4块6 4块7 这三毛之间 比较准确的是4块7啊 4块7是比较准确的 如果你点击一下筹码 你就能非常清晰的 看得出来 这个筹码中轴的位置就在4块7的位置 我们以后还有黄老师这个筹码成本是多少 什么 什么 啥子都知道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密集成交了 买的买卖的卖 你还不知道成本多少 吸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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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占流通盘的35%到45 记住啊 吸筹的数量 一般占流通盘的35%到45% 如果取出了十大流通股东的占比 吸筹的数量 应占剩下流通盘的50%以上 庄家吸筹的比例 太高 股性不活跃 出货困难 吸筹比例太低 无法控盘 拉伸也比较困难 这里有三个概念啊 三个概念 我们看到的流通盘 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 就把全员股份打出来 全员股份打出来 它的流通盘是三个亿 三个亿 那么十大流通股东占20% 按正常 按正常 比如说 应该吸筹 40%的话 那么 它是1.2个亿 对吗 1.2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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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正常 它要吸筹 一个亿 到1.2亿 那么十大流通股东 占了 百分之二十 去了 十大流通股东占了 百分之二十 就六千万 那么剩下 是不是还有 2.4亿 对吧 2.4亿 那么它实际 被控制的 筹码 把十大股东出外 它是不是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难不难听明白啊 难不难听明白 正常的吸筹是占总流通盘的百分之三十五 到四十五 而十大流通股东 去掉之后 实际 它真正的能够控控盘的这个筹码 还没有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 但是比剩下的 如果把十大流通股去掉的话 它实际的占比要超过 取得取掉十大流通股要百分之五十以上 啊 这个越讲越啰嗦啊 越讲越啰嗦 那我就讲一句实在一点的吧 好不好 实际 吸筹 如果包括十大流通股东 它只要百分之二十就够了 如果不包括十大流通股东 那么起码都要超过百分之五十 啊 如果吸筹 我 我搞它个百分之七八十 吸筹比较多 会发生什么 嗯 吸筹比较多会发生什么 嗯 回答 我高度控盘 我绝对控盘 我都把买个 控盘程度越高 比例越高 对 你的股性越不活跃 因为都是你一个人的 在外面流通的很少很少了 别人买也买不着 卖的人也不想卖 你不就傻隐了吗 当然 拉伸是很容易的 啊 这只股票 全部给你买的 你天天都拉涨停 你花一分钱它可以拉涨停 对还是不对 啊 这只股票都被你买了 花一分钱能不能涨停 能不能涨停 嗯 有人有人打压吗 啊 有人打压你吗 谁打压你啊 股票都在你手上 嗯 天天到早天都可以 卖得出去吗 啊 卖得出去吗 都是你一个人的 你卖个谁啊 啊 你拉十 拉五倍五倍六倍 谁要你的 你卖个谁啊 空盘程度太高 股性不活跃 吃货困难 拉身容易 而空盘太低了 会发生什么 我就搞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在别人手上 会发生什么 啊 空盘程度太低了 拉身困难 不是你想拉就拉 外面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职业股票 你拉我就卖 我一卖你就拉不动 对吗 拉身困难 当然哦 你也控制不了盘面 你赚钱也会少 第四 吸筹时间 吸筹时间 吸筹的时间 根据大盘的环境 和吸筹的换手率来决定的 大盘环境好 吸筹换手率高 吸筹时间就短 一般两到四个月 大盘环境恶劣 吸筹换手率比较低 那么吸筹时间就会长得多 一般在六个月到一年左右 大盘 大盘已经见底了 经济形势已经比较好了 那么庄教就会加速吸筹 每一天换手率达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 几天就给你干定了 一两个月 吸筹完毕 然后你大盘环境也不好 一年也不涨 两年也不涨 你吸筹快有用吗 慢慢吸吧 吸完了等待机会 有没有吸筹一年的 有还是没有 有还是没有 你现在在市场上随便去看一看 吸筹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股票 绝对不少入八百只 八百只股票 你随便搞一只你就发了 随便搞啊 把这个全润股份打出来 全润股份打出来 全润股份 从2013年的6月25号 到2014年的6月9号 6月25号 6月25号 我们搞到现在来吧 好吧 搞到8月6号 更高一点 真正的吸筹完毕 应该是在6月9号这个位置 6月9号这个位置 真正的启动 是在8月6号 8月6号 8月7号 8月7号 8月8号啊 是8月8号还是8月7号 我看一下啊 8月6号 8月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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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在哪一个群中 讲过了 回答啊 有讲过吗 8月7号 有讲过吗 有在群里面 发过吗 有还是没有 啊 有没有发过 有没有讲过 啊 在北大 那么有买过的发一 有买过的发一 一个 两个 只有两人买了 好 本人是和大家同时买的啊 我讲完了就买了 很多人经常跟我讲 黄老师你会不会这个啊 说死 散户接丑 你出货 让散户去接盘 嗯 请问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嗯 我做过吗 我讲的股票是非得才高位吗 嗯 第一我不做庄 第二我不会坑害任何投资者 这里有一个买日交给单 这是一个一个投资者给我的一百万资金啊 一百万资金 二零 第一单 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 九点四十三分 八月八日嘛 九点四十三分 买于两万股 十一点钟 十一点二十四 买于两万四千九百股 然后十一号 九点三十四分 买于三万三千五百股 十一号 九点三十四分 差不多啊 只差几秒钟 买了三万三千七百股 四十二分 九点四十二分 买于两万九千七百股 九点四十九分 买于 两万九千六百股 一共 买于股数 十七万一千四百股 买于 十七万一千四百股 可用股数是这么多 成本五块七毛九 当前价 就是今天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五号 六块八毛五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目前价是不是 六块八毛五 二零 一四年 九月十五号 一临比例 百分之十七点八 获利 十七万 七千三百 大家都认为 我推荐股票 一般来说 是和大家 基本同步的 要早也不会早一天 要晚也不会晚一天 用理论去指导实战 这是吸仇时间 够长 接下来给大家讲 庄家吸仇的手法 这个至关重要 吸仇的形态 形态至关重要 吸仇完毕的特征 至关重要 我讲的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不重要的我不想讲 休息几分钟好不好 休息几分钟 接着讲 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个庄家吸仇的 宣估原则 以及吸仇原则 接下来给大家讲 庄家吸仇手法 庄家吸仇的目的 庄家吸仇的目的 是为了在低位希腊走够的廉价筹码 达到控盘的一个目的 为后期启动拉伸 是筹码不断伸直 做准备 一要有走够的筹码 廉价筹码 第二要控盘 庄家要想的低位希腊 走够的廉价筹码 他必须运用各种手段 迫使高位套牢的散户 在低位割肉卖出 因为每一只股票的实际 在外面流通的筹码是固定的 它是固定不变的 在某一时间段 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庄家吸仇的过程 就是散户割肉的过程 明白吗 也就是筹码从高位 到低位的搬家过程 筹码从高位搬到低位 有人割肉 有人割便宜 简单的说 高位散户死亡的过程 就是庄家获得新生的过程 所以庄家快乐的圆钱 整是建立在无数散户的痛苦之上的 建立在无数的散户的痛苦之上的 这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无可厚非 有人欢喜 有人忧 你不忧 别人就不会欢喜 你不割肉 别人就拿不到筹码 别人就赚不到钱 你不亏钱 别人就赚不到钱 股市是零和法则 有人赚钱 有人亏 有人亏就有人赚 大家都觉得做股票很容易 做股票低买高卖 不会买卖 中国七千万股民 七千万股民在里面竞争 你觉得你是七千万之中的强者吗 你觉得你能够战胜七千万人吗 这里面的竞争是看不见的 杀路也是看不见的 比任何行业都要残酷 你没有三板斧 你想在这个市场上战胜别人 非常难的 第一种 吸筹 吸筹模式 破位打压 吸筹 破位打压 吸筹 庄家为了在低位 吸那足够的廉价筹码 破死高位散户割肉 经常在熊市的末期 利用手中的部分筹码 采用破位下跌的方式 吓唬散户 大部分套牢的散户 在漫漫的熊市中 多次受到惊吓 导致精神崩溃 彻底绝望 清仓而远离股市 顾民在怕什么 是不是怕破位下跌啊 一次你说破位下跌了 极度恐慌 而成牛市的高点 到熊市的末期 中间有多少次破位 有没有人在最高位买个股票的 最高位买个股票的 一直持有到最低位 有的发有这个经验发一个意啊 有这个经验的发一个意给我看一下 最高位买进 或者大致最高位买进 一直持有到最低位 32号一个 才一个呢吗 我才不相信啊 13号一个 10号一个 30号32号 那么在中头的过程中成立满日之后 是不是有多次破位下跌 每一次破位下跌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谈下你的真实感受 每一次破位下跌 每一次破位下跌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因为在这慢慢的熊市当中 你每一天都有看过股市 每一次破位下跌 你的心理想法是怎样的 谈谈你的感受 这叫知己悲伤绝望 恐慌 崩溃 一次破位 你绝望 两次破位 你失望 三次破位 你看不到希望 麻木的还好一点 麻木的还好一点 最怕的就是 没有麻木的 搞什么搞 搞都搞都 这个头像都掉了 现在能听到声音了吗 刚才网络把我踢跑掉了 好 多次破位下跌 多次破位下跌 很容易导致 股民彻底绝望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未来 不知道 要持有还不持有 究竟会不会跌到一分钱都没有 大视频 大视频也没有了 稍等个一秒钟 好不好 把大视频搞一下 今天网绝望 今天网络不怎么好 好 这是破位下跌的杀伤力 是非常厉害的 每一次破位都 看得出来 有恐慌盘出来 但破位打压的幅度 一般不超过20% 尤其是在底部的时候 下跌速度快 它止跌也快 尤其是在最后一次打压 见底的时候 这种特征非常明显 破位下跌速度快 止跌也快 反弹也快 我等一下还会讲 还会讲 为什么幅度不予太大了 太大了有什么不好 在见底的时候破位下跌 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幅度不能太大了 第二是反弗震荡吸筹 反弗震荡吸筹 是通过长时间的反复下跌 20%的范围内 震荡的幅度太大了 容易吸引短线资金 产生浮筹 浮筹太多了 既不利于吸筹 也不利于后期的拉伸 因为你这个震荡幅度一大 就有短线资金 就有短线资金在里面抢筹嘛 然后高抛低息 导致你吸筹困难 然后你为了拉伸 扶头 抛数也快 启动也困难 这个股民啊 有两种 一种是最赖不住寂寞的 一种是最赖得住寂寞的 赖不住寂寞的 在这个市场中 很难赚钱 并且很难赚大钱 赖得住寂寞的 在这个市场中赚钱 我上次我记得给大家有讲过啊 有讲过一个人 是我们父亲室的 一个医生啊 一个医生 他才能没有亏个钱 大家有兴趣了 去找一只股票 叫永顶股份 永顶股份 其中的第七大股东就是他 第七大股东啊 他只是一个散户 第七大股东 名字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第七大股东就是他 前一段时间还请我喝 喝个酒吃个饭的 他真的没有亏过钱 数 从上面数 数到第七个就是啊 也现成 好 对 你讲到了 对 这是一家子啊 一家子 好 我不讲的太多了 这个 大家把这个 传任股份打出来 传任股份打出来 好不好 传任股份打出来 在这个 你看他这个底部 反弹 打压 反弹 打压 反弹 打压 反反复复的震荡 反反复复的震荡 我们看一下他的筹码变化 原来都是在12块钱 跌 换手 一次 再跌 换手 一次 再跌 换手 一次 再跌 换手 一次 在中头100%的换手 已经六七次了 到了底部的时候 反反复复的震荡 有耐心的 就 活下来了 没耐心的 全死了 巴士标 放在七月 十一号 七月十一号 放在2014年的七月十一号 好不好 请问上方还有套牢牌吗 嗯 请问上方还有套牢的人吗 七月十一号 获利比例99.5% 99.5 有多少人熬得住的 嗯 给你希望 再给你绝望 一个人经过五次希望和绝望 会发生什么 啊 一个人 给他五次希望和绝望 结果 就是神经病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成为神经病啊 神经病是怎么形成的 一般三次就够了 五次就更够了 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把一个人搞成神经病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啊 搞六个人就可以把他搞成神经病 六个人给他三次希望 三次 绝望 就够了 就够了 啊 斜行 啊 三脚行 今天我只给大家讲两种啊 一个是 头肩底 一个是 斜行 头肩底形态 头肩底 是有一个头 两个肩 我们人脑袋不是一个脑袋两个肩吗 一个头两个肩走成 一个头两个肩走成的 现在有点卡吗 啊 现在有点卡吗 嗯 好 打开一只股票 我们对着股票再讲 好吧 头肩底 叫胜利精密 打出来 胜利精密 代码002426 002426 打出这只股票 看它的底部 啊 底部 左边 大概是在2012年的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左肩 然后突然之间破位下跌 形成一个头部 反弹 到右肩位置 右肩在2013年的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中间的跨度啊 大概有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头肩底 左肩是干什么的 嗯 左肩是干什么的 大家回答一下 左肩是干什么的 嗯 西头 左肩西头 没错 左肩西头是没错的 但是左肩西头是不冲锋的 希腊了一部分筹码 希腊一部分筹码 也只消化了一部分套牢 对 垫底 这句话又 有靠点边了啊 垫底用的 因为你左肩手中没有任何筹码 没有武器 你要先搞一部分筹码回来 放在手中 等于是就买了一把刀 准备杀人 你手中没有股票 你未来怎么打压 打压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嗯 打压用什么是打压 是用资金打压 用筹码打压 你告诉我 嗯 不是你有钱就能打压的 你要用 你要有手中有筹码 你才能打压别人 对吧 打压不就是卖吗 卖不就是卖股票吗 我们很多人啊 到今天为止啊 这个我们这个盘口 看到吗 上面有五档 下面有五档 上面这个数字是什么玩意儿 下面这个数字是什么玩意儿 有人炒了十年的股票都不知道 上面数字是什么玩意儿 下面数字是什么玩意儿 很多人搞了十年的股票了 不知道 只知道上面是卖的 下面是买的 上面卖卖什么 下面买又什么买 上面就是股票筹码 下面是钱 听懂了吗 左肩 是庄家先吸那一部分筹码 为打压形成头部做准备 接下来是头部 他也封两个 一个是左侧 一个是右侧 你的头部有左耳朵右耳朵 左脸右脸对吗 头部也有左侧和右侧 左侧就是破位下跌 制造恐慌 制造恐慌有什么好处 打压有什么好处 打压有什么好吃 破死套牢筹码 隔肉 庄家技术吸头 我们刚才很多人说 你打压不是用股票卖吗 你把股票卖的 怎么叫吸仇呢 那么不是卖股票 不是买股票啊 打压能不能买股票 打压能不能买股票 打压能够买股票 打压一定要卖股票才能打压吗 卖股票一定能打压吗 不卖股票可以打压吗 不卖股票也可以打压 打压也可以洗手 我就把股票放在上面给你看一看 嗯 你害怕吗 我不卖 我就把股票卖 放在一万手 五千手放在上面 你怕吗 你怕不怕我 你不停的卖 我只挂上去股票就自动跌了 你看到吗 你越卖股票就越跌对吧 我是一分钱没卖的 我只把股票挂在上面 你自己要卖 你一卖股票就跌了 对吗 你卖给谁了 你卖给庄家去了 因为他在下面把钱放在下面接着 一边挂样子挂单 挂样子给你看一看 一方面在下面接着 今天网络特别的不好 干脆吧 退出来一下 好不好 重新登录一下 网络跟不上来 现在有声音了吗 喂 现在有了 大视频没了 还得搞一次啊 稍等一下 好 现在应该有声音了啊 这是 头肩里打压 用左头部 头部左侧 故意打压 恐吓散户抛盘 达到吸土的目的 还有一个 可以探明底部 探明底部 打压一下 能不能够探到底部 打压一下 能不能知道底究竟在哪 如果我打压一下 大家都不卖 这个就是底部 如果我打压一下 大家疯狂卖 说明底部 还很软很软 有人卖 卖不多 说明底部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底部 是跌出来的 跌出来的 用下跌 就可以 刺探到底部 究竟在哪 头部右侧 是庄家反弹 吸筹 我用 底部一旦探明之后 我就开始 大胆吸筹 叫反弹吸筹 见到骨骄就满 格杀无论 这是 反弹吸筹 那么反弹 不是无止境的反弹 为什么只反弹到右肩附近 就不反弹了 一般来说 左右肩是基本差不多的 为什么反弹到右肩的位置 它就停止了 什么原因 为什么反弹到右肩的位置 它就反弹不动了 第一个 左肩套牢盘 受到左肩套牢的强大的阻力 因为 一反弹到左肩的位置 是不是遇到了大量的解套牢 刚刚好不容易 破位恐慌 现在突然之间又回到 原位了 解放了 解放了我的卖 你卖更好 我技术吸筹 我保本 散户 保本卖了 卖了 我主力就吃进了 所以右肩是为了消化高位的套牢盘 和左肩的解套牢 庄家进一步吸筹 一般左右肩高度差不多 所以 头肩地是所有的形态当中 吸筹最成风 服筹最少 未来爆发力最大 在一种形态 头肩地是所有的吸筹形态当中 吸筹最成风 服筹最少 未来爆发力最大 左肩吸筹 打压吸筹 反弹吸筹 右肩吸筹 有四个阶段去吸筹 他能不成风吗 为什么服筹最少啊 嗯 我左肩横盘 我右肩横盘 没有走够耐心的人 待得住吗 没有走够耐心的人 待得住吗 没有走够耐心的人 持有得了吗 我磨死你 半年时间 一动也不动 请问坐着会累吗 啊 坐着会累吗 坐着不会累 站着会累吗 站着也不是很累 有一种情况比坐着和站着更累 什么情况 啊 比坐着和站着更累 既没有坐着 坐着是不动 对吧 也没站着 软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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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一二一 走也没走 坐也没坐 但是在动 这个 这类 不信你去试一试吧 啊 为什么当兵的要搞一二一 一二一 你知道吧 磨练你的意志 压而压 压而压 我压了一天 压了一年 我看你压得动吗 软地踏步 我们股民最怕的就是软地踏步 今天看了一整天 赚了一分钱 涨了一分钱 明天看了一整天 跌了一分钱 后天又看一整天 涨了两分钱 难受吗 涨我们很高兴 跌我们也来承受 不涨不跌 那是最可怕的 这是头肩底 接下来 是歇行形态 这个歇行形态的底部非常多 什么是歇行形态 就是横盘政府越来越小的一种吸筹模式 越来越小的一种吸筹模式 那么歇行它有什么好处吗 歇行的上边高点一次降低 它又不创新高 并且还创新低 也不是创新低 高点一次降低 它可以让场内的投资者 看不到希望 而不断的grow 他一次的一次的不创新高 一次一次的高点开始降低 你害怕吗 所以场内的投资者看不到希望 足不割肉 达到庄家 足不吸筹和清洗服筹的目的 那么歇行的下边 基本水平 或者低点一次太高 不创新低 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让场外的投资者 看到希望而走不欲场 它不创新低 低点一次一次太高 同时可以让新进的投资者 安心持股 第一次下跌不创新低 第二次下跌又不创新低 能让场内的投资者 安心持股 你不是怕创新低吗 破新低吗 我不破 你觉得场内的人和场外的人心态一样吗 看问题的角度一样吗 一样吗 我告诉大家 厂内的人和场内的人和场外的人的心态大不一样 值股的人和股票 不管你股票有多高 不管你股票有多高 天天都有人买有卖对吧 你说这么高了 哪个傻瓜会去买呀 但是场外有很多傻瓜 他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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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哪一只股票 哪一天没有人买 没有人不买 没有人卖 哪一天都有人买卖 厂外和厂内的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买卖股票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两个角度去看他 你现在买了 假如你没买 你觉得他是安全的吗 你会买吗 假如你买了 你会去想象一下 我会卖吗 外面的人会买吗 这叫立项思维 现行就是这样形成的 来 把全任股份打出来 全任股份打出来 打出来好不好 底部 在20 在这个位置 怎么日期出不来了 2013年的6月25号 我们看一下 他的形态 高点 一次降低 低点 基本水平 有没有像一个墨鞋子 高点 不创新高 低点 一次水平 或者说 逐步抬高 外面的人一看反弹 不创新高 完蛋了 还要往下跌 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看他一次一次反弹不过新高 不强势 而外面的人不是这样看的 他一次不撞新低 两次不撞新低 我要搞一点 说明他强势 你看到吗 外面的人感觉到他不强势 里面的人看的是他强势 外面的人看的是反弹的高点 而你 里面的人看的是反弹的高点 外面的人看的是下跌的低点 这个视角完全都不一样 那我今天又讲到这句话了 世界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世界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用有限的知识 去判断无限的世界 用你的知识面 去判断 外面你不知道的世界 这就是 人类最大的悲哀 搞什么鬼啊 今天网上的网络 实在是不稳定 好 刚才又断了一下 对吧 这是楔形形态 是底部形态当中非常常见的 最后一个 吸筹完毕的特征 吸筹完毕的特征 你怎么知道他吸筹完毕了 主力怎么知道自己吸筹完毕了 你们怎么知道主力吸筹完毕了 凡事都要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换位思维一下 你怎么判断 吸筹完毕了 你说我已经有足够的筹码了 当你有足够的筹码就代表吸筹完毕了吗 你有足够的筹码不代表你吸筹完毕 我告诉你啊 三个特征 大家已经讲好了 三个特征 第一个 套劳筹码消失 第二个特征 政府越来越小 第三成交量不断萎缩 套劳筹码消失 是庄家吸筹完毕 高度控盘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套劳筹码消失 是指庄家吸筹区的筹码密集封上方 套劳筹码大部分消失 一般套劳筹码不能超过20% 越小越好 套劳筹码如果超过了20% 一方面代表主力控盘程度不高 另一方面 未来启动拉伸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我们来看一下传润股份 传润股份 你把鼠标放在 2014年的8月6号 8月6号 2014年的8月6号 请问上方套劳筹消失了吗 上方套劳筹消失了吗 上方几乎都没有套劳筹了 从8月5号8月6号上方的套劳筹 几乎都消失了 8月5号获利比例达到99.7% 还剩下0.3% 0.3 0.3算一个数量吗 互利比例达到99.7% 第二个特征 政府越来越小 吸筹区形态 政府越来越小 说明距离控盘程度较高 福仇较少 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是中家即将启动上涨的前兆 如果政府越来越小 为什么越来越小啊 政府为什么越来越小 是不是买的人不多了 卖的人也不多了 买方力量不占优势 卖方力量也不占优势 复仇也很少了 对吧 复仇少 对的 然后你大盘跌了 它不受外界干扰 你大盘跌我也跌一斤掉 你大盘涨我也涨一斤掉 它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说明距离已经控制了 大量的筹码 然后服务筹也很少了 然后所仓也比较高 里边散户该卖都卖了 不该卖的都不卖了 所以大盘跌我也不卖 政府越来越小 吸收 对吸收 那同样把全员股份打出来 从2014年的6月9号 到7月10号 从7月10号 到8月6号 中间 是不是政府非常小 政府越来越小 每天 涨不涨 跌也不怎么跌 在一个下载的范围内 震荡 第三 成交量不断萎缩 成交量不断萎缩 说明交易十分清淡 一方面反映庄家吸收完毕 控盘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反映厂内散户 高度俗仓 扶仇较少 外面的投资者 出于观望状态 一旦时机成熟 中间随时会启动上涨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打出来 最后一个 最后一点非常关键 最后一点非常关键 在2014年的7月10号 是不是也突破新高了 也突破新高了 对吗 应该这样是可以买的 但是为什么 这样我没有买 而为什么在8月6号买了 8月6号买了 8月6号之后才买 第一个 7月10号 这一个均线 从5日10日20日60日120日 200日均线 是刚好经常 刚刚走顺对吗 那么这样 应该是可以买 不是说不可以买 然后回抽也可以买 但是真正的进入上升趋势 成交量开始逐步放大 是8月6号 8月6号 那么8月6号 突破 这是第一买点 然后突破之后 有一个回抽动作 8月8号 回抽指跌 买 8月7号 正式开始往上涨 可以买 买点就两个 突破买 指跌买 突破回抽 直接买 我们的买鱼点 一定要 在这两个点 我刚才听到有一位人 有一个 有一位学生说 我今天刚刚买 几号 几号 我不是说你不能赚钱 你也能赚钱 你不会亏钱 今天刚刚买的 天外来客 27号 你不是买的 最佳买点 记住 不是最佳买点 你的成本 可能比别人高 百分之十几 二十 你的心态 没那么好 万一明天一跌 你心态又紧张了 对吧 你别的股票出来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做多股票 买点要准确 所以我们就是在回抽 止跌的时候买的 8月8号 和8月11号 是回抽 止跌 逐步 刚才有一个学员 问 哇 这个怎么买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买了这么多次 分批满域 分批满域 这是 这个投资 这个客户刚好是100万资金 100万资金 现在目前总市值是117万 获利是17万 100万资金 我才会去接收账户 100万以下 我不接收账户 这是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这么多的课程 刚才有基金成业资格的 再给我发一下 发个一 刚才有基金成业资格的 59 还有一位 好 这个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 下一节课 给大家讲 古诗剑客天能八部系列 二 庄家四盘奥妙 为什么要试盘 试盘 为了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这是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 股市剑客 阮民黄华七 联系QQ 379849784 官方网站 3W.股市剑客梦文厂.com 视频网址 httb202 股市剑客 全频.56.com 淘宝电网址 httb2.2 股市剑客梦文厂第一个字幕 淘宝全频.com 本录像 于2014年9月15日录制 那么呢 今天晚上的课程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